大家好,我是阿烈,歡迎回到每星期的獨自開吃麵 這次走到這間店,Samonoodle 3.0 顧名思義這間店是賣三文魚拉麵 而這間店也是之前介紹的豪拉麵 Tadai Mai Heng Sin Chiu 以及丟淡淡麵Koi Stai是同一個系列 所以這間店也是有一個法式大廈的設計 之後以法式做法做一款拉麵 所以應該會是有趣的東西 而這個開放的牌也遮住了這間店的營業時間 這間店也是分成午市和晚市 午市就是由早上11點到下午3點半 Last Order就是下午3點 而晚市就是下午5點到晚上9點 Last Order就是晚上8點8個字 這間Samonoodle 3.0 在Tabellok的分數是3.57 這個分數是正常水平,不高不低 最接近這間車站就有地下鐵的神諾板站 以及牛鱼神諾板站都可以 不過如果地下鐵不方便的話 可以選擇總模型的飯田條站都可以 不過就比較遠 以及需要上斜格 之後就看看這間店的電腦機 這間店都是用獨獨摸去點餐 而這部機是設有英文menu 所以不懂日文也不用怕 而這間店有6款三文魚拉麵可以選擇 會有三文魚淡淡麵 牛肝菌三文魚拉麵 白三文魚拉麵 這款白的意思就是加上紅蘿白做的白譜 然後還有赤身辣的三文魚拉麵 三文魚撈麵 以及基本款式的三文魚拉麵 這款就沒有譜的寫明 上次我在科爾斯大士淡淡麵的時候 就覺得淡淡麵的香味改過了魚的香味 所以這次就不會選擇淡淡麵 這次會選擇這款牛肝菌三文魚拉麵 更新了味道更好 之後再配限定三文魚當 而這款拉麵原來可以選擇平打麵和細麵 我這次選擇平打麵 這間店就設有這兩個單丁位 以及我這次坐的二人座 另外還有一張四人座 而這一個二人座的空間 我仍然是夠闊落的 而且這張桌子夠長 所以深度是夠的 接著我點幾個送齊了 看看什麼料 先看看右邊的這款牛肝菌三文魚拉麵 右邊就是三文魚 三文魚底下就是豬叉燒 之後上面這些應該就是炸牛綁和炸菇 之後左邊這一塊應該是法包 而這塊包這裡還有一些白色的泡 而左邊這一碟就是限定三文魚當 表面上也有些炸牛綁在這裡 然後還有些三文魚和菜在飯上面 這兩款給到我的感覺都是賣相帥 配料都是夠豐富 之後就先擺這款三文魚湯看看 嗯這一邊起泡 看不到三文魚湯的一種奶白色 而這款湯擺起來的感覺其實不是很稠 都是挺輕的 而油份感覺上就不多 所以這款湯給到我的感覺都是很西式 接著我就試喝這款湯 我第一次喝下去的味道就是 咦? 都OK 那個三文魚味蠻濃郁的 我自己就很少喝三文魚湯 很久以前還住在香港那時候 家人吃回轉壽司就會點三文魚湯 我通常都是喝少許而已 而這款拉麵的三文魚湯 就比那些回轉壽司的三文魚湯更加好吃 因為喝下去的味道更加濃 更加香 所以這一款三文魚湯是真的喝到三文魚的味道 比起我想像中更加好吃 而且喝下去的感覺完全不油膩 少許奶油的感覺 但也很順滑 所以只是這款三文魚湯都是相當不錯的 不過就不算很特別 所以我中途是整碗拌勻之後再吃 連著意大利黑醋和油拌勻之後 之後再拌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整個湯的顏色 和油份的分布就會有些變化 這個狀態之下再喝的話 整個味道更加香更加濃 不止三文魚湯的味道更加濃 連牛肝粉的香味也會出來了 所以這款湯應該是可以加牛肝粉的油 而且兩者夾出來的感覺也是相當不錯的 是可以令整個味道更加濃更加好吃 所以混合完再喝之後這款湯也是好吃的 之後就看看這款平打麵了 我夾上來的感覺就是 嘩!這款那麼像意粉 那個顏色跟意粉一樣那麼黃 不過這款的感覺就會比較薄 所以夾上來的感覺就會通透一點 可以找到筷子的顏色 接著我就試試這款平打麵了 咬下去的感覺就是 咦!意外地軟 比起我想像中軟很多 可能是因為我平時吃的意粉都是比較硬的 但這款就是很容易咬斷可以說不用用力都可以 但這款就是平打麵 夠粗身 所以咬下去的感覺也是實在的 令到咬起來的口感也不錯 而這款麵的小麥的香味也是很像意粉的香味 我覺得不像平時吃拉麵的小麥的香味 這款麵的味道是甜點的 不過夾到這麼高吃的湯也是掛不起的 所以都是需要裝個湯可以吃的 這樣吃的話就可以吃了湯的味道 味道上的比例就會是湯漆麵衣 不算是很平衡 因為這個沙文魚湯比較濃味 但給了我的感覺也是不錯 因為以沙文魚湯為主族的味道是不錯的 而且這款麵煮起來的感覺也是很順滑 所以我認為這款麵也是相當不錯 之後就看看這款沙文魚 這款沙文魚感覺上都OK 不算是很薄身 應該是炸過的 而上面這款我就不知道是什麼魚子醬 接著我就試一下這款沙文魚 吃下去的感覺也挺軟的 而且沙文魚味是挺夠的 也挺香 而且這款沙文魚的炸皮的香味也是挺香的 再加上有一種不知道什麼魚子醬的味道 有點甘甘的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層是挺豐富的 而且重點就是這塊沙文魚是沒有骨的 非常之容易入口 所以這塊沙文魚也是相當不錯的 之後就看看豬叉燒的部分 這一款應該都是豬里肌 不過這一款很薄身 看下去的感覺像是慢煮的做法 這肉還有一點粉紅色的感覺 不過底面也是沒有什麼敲過的痕跡 接著我就試一下這塊豬叉燒 吃下去的感覺不錯 很軟 而且不乾 咬下去的感覺 而味道方面 豬肉味也是夠了 不會像這種輕的味道 所以這塊豬叉燒也是挺不錯的 好吃的 之後還說是炸牛肝菌和炸牛綁絲 主要都是炸牛綁來的 牛品不是不是完全浸湯 所以看下去的感覺還是夠挺身 如果吃下去的感覺就是一點點脆 所以口感不算非常脆的一種 而味道方面 牛綁味是挺香的 所以這些炸牛綁都是正正常常的 不是鹹的 之後還有這一塊炸菇 這些炸菇只有幾條而已 而吃下去的感覺就不脆的 不過菇味都是香 所以炸菇都是正常的東西 之後就看看這一款限定拖羅三文魚當 表面上就是炸牛綁 不知道什麼菜 以及幾塊三文魚拖羅 這些三文魚應該就是半生熟的 然後飯裡面還有一些沙拉醬 那我就在什麼都不加的情況下 先試一下這一款飯 然後吃下去的感覺就是 因為那款三文魚味其實不是很出色 因為那個沙拉醬味很濃 所以三文魚存在給我的感覺 就只是順滑的口感 而且這幾塊三文魚都不是很漂亮的東西 所以什麼都不加的情況下 這款飯是有沙拉醬的帶動味道 然後我一口一口一口就發現 這個飯其實也不是那麼鹹的 裡面是有些沙拉醬的 我就不太喜歡那個沙拉醬搶走的味道 所以我嘗試加三河湯在飯裡面 之後再拌勻一筆上來就是這個樣子 我認為加完湯再吃這一款飯才是好吃的地方 因為三文魚是馬上出來了 湯跟這款飯是很配的 我覺得三文魚湯的味道變回主軸 之後再滲沙拉醬的味道出來 所以吃下去味道上的層次是有的 但是我不認為這款飯是值550日圓 整體來說 這一餐我覺得是不錯的 首先就是牛肝菌三文魚拉麵 味道真的相當不錯 我覺得挺好吃的 因為只是這款三文魚湯我認為也是不錯 再加上拌勻之後還可以產生味道的變化 所以感覺是相當不錯 所以給了我的感覺就是一次可以試多兩種味道 而麵方面也是不錯的 本身都是有味 亦都可以襯托到這款三文魚湯 所以我認為兩種夾出力下的都是好 至於配料方面 三文魚和豬叉燒都是不錯 不過其他東西比較一般正常的 而飯我認為都是不需要點的 因為我認為不值這個價 和單論這個飯不加湯的話 我認為都是不算特別的東西 至於這間店會推不推薦呢 如果你是喜歡三文魚湯的味道的話 我認為這間店就可以試一下 因為其實三文魚湯的單面很少 所以這間店就會顯得很特別 加上味道也是不錯 而且擺盤也是非常漂亮 大家一流 這次的介紹就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就麻煩幫幫手 Like、Comment、Share 再訂閱這個頻道 兼按鈴鐺就最好了 亦都歡迎大家用Super Chat 或者PayMe去贊助我這個頻道營運的經費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